小瓜 是 妳今年幾歲 我今年 老師也問得太遠 那個秘密 不能洩漏 但是看起來好像未百十八歲 小孩子就喜歡吃 核桃 老師我看到了 還有什麼 巧克力 巧克力 你真的做 對 我今天教妳做一個 巧克力口味的 小西餅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單一 一開始我們就一直做這樣的口味的時候 我們要把可可粉 跟麵粉 把它一起過篩 下去攪拌 這樣起來的話 後面這裡就沒有 不必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同時做好幾種口味 怎麼辦 只好它已經打起來以後 我們後面再下來拌 那拌的時候一樣 這個放下來 倒進去嗎 對 然後用慢速的 那個可可粉要先過篩 好 過篩 然後慢速 來 打開 好 讓它 把這個可可粉 跟 麵團 把它拌勻 好 那這樣稍微 稍微已經拌了 是 我們拿出來 這樣時候 不均勻 都說 我們這樣 這樣拌勞 再把它 螺均勻 螺均勻 老師那可可粉是有甜味還是沒有甜味 可可粉沒有甜味 可粉它本身沒有甜味 我們的甜味完全在我們配方裡面的糖 再加上這個冰糖來講它最主要是我們 因為這個起來很單調的一個巧克力顏色 我們冰糖加在外面的時候 看起來它就會感覺很漂亮 來 我們這樣整形好了以後 來 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 這個 沾冰糖 沾冰糖 這樣起來 看起來 外表就 感覺亮亮的 就比較漂亮 用保鮮膜把它 包裝起來 我知道我知道 來 對對對 一定要 要差不多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來 這個拿進去冷凍 老師好了嗎 好了 好了 來 這個是我們 我們已經動好的 原來準備好的這個 麵糰 這個已經能動好了 你看 它的硬硬的 硬硬的 來 我們一樣把它切成一公分的厚度 那我們這個 烤的時間 烤的時間 一樣嗎 差不多15分鐘左右 那 溫度 溫度 上浮 那個220 下浮 下浮 180 我們 一樣烤差不多 15分鐘 12到15分鐘 好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 切好的 每一片厚薄藥一致 好 那這個 切好了以後 我們把它放到烤箱裡面 是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老師剛剛已經幫我們先烤好了 好我們先烤好了一個 我們 我們來看看我們烤好的產品 喔老師要來啊 來 喔 看到了 好像 有沒有香噴噴 欸 巧克力的味道 都出來了 不能現在馬上吃 對 所以因為 你 我們一般餅乾來講 它 熱的時候 它是軟軟的 你感覺 它 它 還不是很脆 但是它冷了 冷了以後它就會 那個脆性 那個硬性 就出來了 或是失鬆的感覺就出來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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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